我个人认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早餐如果你不吃 你只吃一个午餐 再加上一个晚餐 中间不要乱吃 吃了那两餐也不要随便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轻易地就达到168 因为我发现 间隙性断食对于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对于很多想要减重的朋友 或者想要改善慢性疾病的状况的朋友 间隙性断食是一个轻松可以执行 安全性很高 效果也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间隙性断食的原理并不是叫你不吃东西之后 发生的什么状况 而是重要的是透过这个断食的时间 也就是你不吃的东西的时间越长 它在你身上就会起一个很有趣的作用 就是会让你的血糖降低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你的胰岛素也会降得比较低 那这个胰岛素降低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解说 那胰岛素降低到底有什么好处 胰岛素降低会发生一个反应就是 当你的身体要维持在胰岛素降低 而仍然有血糖运作的情况之下 你身上的另外一个荷尔蒙就会开始作用 叫做生糖素 生糖素就会去利用我们身上储存糖的部位 一个是在肝脏里面的肝糖 当肝糖用得差不多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去动员你的脂肪 所以你要减肥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动用你的身上自己燃烧脂肪的机制 就是生糖素的升起 所以生糖素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起来 一定是胰岛素要够低的时候 生糖素才会起来 而要让你的胰岛素够低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 所以168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你有16个小时不吃东西 这16个小时血糖就不会波动 胰岛素就会下降 生糖素就有机会起来 而这个16小时是包含你睡觉的那8个小时 或是6个小时 或是你睡得更久的人 所以其实它的难度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早餐如果你不吃 你只吃一个午餐再加上一个晚餐 在晚餐也许你会说 一定要那个8小时吗 比如说我12点钟吃 一定要间隔那个一秒都不差的8小时 才叫做168或者16小时 8小时断食 其实不需要这么严格 不需要这么死板 你只要正常吃午餐 正常吃晚餐 中间不要乱吃 吃的那两餐也不要随便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轻易的就达到168 所以只要跳过早餐就可以了 而我其实发现很多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 我几乎都没有吃早餐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 我常常都说我大学的时候 怎么都不会胖 随便乱吃都不会胖 我倒不是说随便乱吃 我喜欢吃的东西 而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住校的 所以我们午餐就一定是12点钟才可以吃 晚餐就是5点钟到7点可以吃 其他时间我没有东西可以吃 那我通常早上都睡得很晚才起来 所以我早餐没吃 我午餐晚餐就吃学校的餐 我发现我大学都在做168 我根本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大学为什么不会胖 因为我都在做168 第一个要先了解你自己身体所处的状况 尤其是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尤其是像血糖方面的疾病 因为168断食法主要就是运用 我们身体在糖的利用 跟胰岛素生糖素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使用的药物是胰岛素这种 会强烈地降低血糖的作用的药物 或者是一些 有一些叫做像黄氨尿素类的这些药物 你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低血糖 所以你要做间歇性断食的时间点内 千万不要去用这些药物 当然更重要的先决点是这样 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 间歇性断食会在你身上 发生什么样的生理反应 这些反应跟你的药物中间有没有抵触 所以最好是跟有经验的医生 或者是营养师 或者是懂得这一方面的人 去咨询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花点时间去理解 假如说你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 比如说你只是一个肥胖的人 当然我不是说肥胖的人 没有血糖问题 也许你没有检查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 所有的人要做间歇性断食 其实基本上没有可不可以的问题 而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如果你随便乱做 真的有可能出问题 那你不要怪间歇性断食这个方法 有什么问题 而是你没有了解这个方法的内涵 你没有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 就贸然去尝试的话 就有可能出问题 如果你完全清楚知道 像我刚刚讲那个道理 那你也知道你现在用药跟你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的时候间歇性断食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一个60岁左右的男性 他医老素已经打了快20年吧 打的剂量很高 打了66多年左右 我们就先回去先把饭 你回去先把饭切蛋 一个礼拜以后回来 你知道他本来来的时候 我当场帮他测的血糖是160几 他平常饭后血糖等来都是200多 所以他的汤有时候大概10点多 一个礼拜后回来 他说他低血糖 我说多少 他说66 我说你医老素立科减半 OK一个礼拜 然后那天两样的血糖是140几 我问多少 他就看着我 他说10年来他的血压没有低过160 第一次低过量 就才一个礼拜 隔了一个月 放他测童话学校就降到8.4 再隔三个月降到7.4 然后再隔三个月降到大概6.5 6.4 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已经大概一年半 都在6.5 医老素少了一大堆 那些药通通拿掉 打医老素 吃假学堂 然后吃一颗高血压药 如果你喜欢早安今天上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